她在電影中飾演我女朋友 她幾天拍攝錄影 基本上已經拍完整套電影的戲 你們用了幾天時間已經踏著了? 很尷尬 怎麼搞的?尷尬 不知道她解釋了 撐你 又來到大家都很想看的環節 就是探討馬國明同學的愛情世界 首先 你女朋友叫我多問你 她叫我多問你 你想說哪個女朋友 不是 她叫你多問我 這麼有趣 她不自己問我 你平日是否很少跟她說這些 了解的時候也有說過 馬國明同學生於2月13日 就是水瓶座 水瓶座是很麻煩的 我聽別人說 我自己沒有研究 我也是別人說 說吧 飄忽 水瓶座的性格是很飄忽的 你飄不飄? 我也是飄的 是嗎? 我情緒起伏都很大 真的嗎? 我可以0至100很厲害 真的嗎? 我突然遇到一些東西 我真的可以爆 變成我那種? 是 一些要求很無理 我都可以爆 會爆的 會怎樣? 我想知道 那100是去到怎樣? 厲害 我只是不拍 出了廠 是否這樣? 是 你現在很厲害 你真的會這樣嗎? 我真的會這樣 我不敢 我真的會這樣 我可以讓你保守 我會有點害怕 當然是 他的要求很無理 我知道 即是 激到你的底線 是的 激到我的底線 飄忽 除了飄忽呢? 水瓶座的男生還有呢? 我不知道 人們只說到水面的飄忽 會否容易哭 其實我私底下不容易哭 私底下很少哭 很少嗎? 很少哭 以前很少哭 現在比較多嗎? 我看新聞都會哭 是呀 很奇怪 你是不是老了? 可能是 我想知道 為何你要收呢? 小時候 爸爸一向教他 男生不要哭 從小到大 習慣了很不容易 但你也是堅強的 我也是堅強的 很健康 因為你女朋友 就是金牛座的 要金一點 金牛座的 金牛座的水平究竟是怎樣的呢? 你其實不在意 她漂亮不漂亮的 你不在意她打扮 又不入市 你又不會在乎她家底是怎樣 友情開始建立的 即是要做了朋友 是的 即是不會突然間一天就 我沒有怎樣試過 以前拍電影 你知道我們拍電影 哇大把美女 每個人都是美女 你一見到 這個女子很漂亮 但可能你拍完之後 我希望我不是我 絕對不是你 喂 喂 你開始了 即是你不合 外表漂亮不漂亮 見人見字 我覺得漂亮就漂亮了 我喜歡你 你覺得不漂亮 我覺得漂亮的 但我覺得溝通就很重要 跟你的星座 也挺適合 適合你剛才所說的 我們說一下金牛座 是屬於掘強的 固執的 不過她有幾細心 她很愛她家的 她對感情很忠誠 她一遇到喜歡的對象 她是很誇張 她是當同她過了一生 即是她很誇張到這樣 她對未來是很有計劃的 而且很認真的 什麼都很認真的 對嗎 對 挺準的 好像很厲害 但我只是在Google上找 但也挺準的 你覺得阿湯 是否一個好計劃的女朋友 是 她想知道未來會怎樣 很有計劃的 很有計劃的 超有計劃 那會不會你這麼飄忽 跟她這樣 會有一點點 我要有計劃的 我明天去哪裡吃飯 我要想好 你不要在那裡 明天才算 會不會有這些 會不會爭吵 有時候都會 我個人很隨便 你沒有所謂 我不是要計劃的 我經常覺得沒有用 計劃是沒有用的 你計劃都沒有用 明天一個暴風球 你去不到 沒錯 她很心急 所以有時候 原本的計劃 突然有些外來因素 要改 她有一段時間 會很緊張 那時候我就能發揮 就出來了 輪到我FC發揮 我就可以 不用緊張 一切都會好的 一切都會好的 順著鋪去 改變少少 但又看看可不可以 盡量又 撐回那個計劃 我又是一個太沒有 不喜歡計劃的人 不過也是 某程度上 她會幫我 有一個方向 我又太隨意 那你這個 一粒一粒都不錯 其實是 我都覺得我跟她的性格 是可以互補的 你們兩個是怎樣認識的 心理追胸 她那時候 在電影中 飾演我女朋友 她幾天拍攝 就已經 基本上拍完她整套戲的戲品 你們用了幾天時間 已經趴著了 就已經拍 慢慢的 那時候沒有 即是認識 認識 接著有個機緣巧合之下 大家再聯絡 即WhatsApp 聊天 對 再聯絡 我們都談了很久 才出門 你有沒有說了幾個月 差不多半年 半年 你說真的 我假的 半年 真的好像剛才水平座說 真的要用友情來鞏固 開頭 是的 我知道 你真的很尊重你家人 尤其是你媽媽 媽媽買衣服給她 媽媽買個袋給她 媽媽媽媽媽媽 你媽媽是不是和爸爸都很喜歡她 OK的感覺 媽媽都很喜歡她 你知道你是很重要的 我想對每個男生來說都很重要 當然 女生都很重要 對 女生都很重要 女生選什麼女婿都很重要 即媽媽 家裡的關係一定是很重要的 和睦 一定是和睦 其實 Auntie都很喜歡 很乖 都很簡單 對 好像你很窄 對 她又不喜歡出家 但她有時喜歡熱鬧 即她比我 即她跟朋友玩 對 她都會多一點 我就更少的給她 好 我除了踢球之外 又是 我想問她會不會陪你踢球 不會 想不想她去看 其實我又不想 很悶的 而且又要照顧她 在想你會不會熱 最重要是你怕她悶 而且你知道球場通常都是沒有冷氣的 是的 很熱的 我覺得畫面就是 通常如果我看到她 她通常都會有按電話 是的 應該都是 或者是在抹汗 很熱 那又何必呢 那有沒有一起在家裡看球 也有的 大賽 決賽 她有試過陪我去看 在電視機裡看 那你想不想和她去外國看球 我也想的 是否也想的 去旅行 男生來說 其實你去外國 現場看賣場球 尤其是那些是大賽的 那你是一個挺好的旅程 大家都很想問你 就是你有沒有做過一些 為對方而做 而又很甜蜜的事 你可以說現在 你可以說以前 不用說人物 你有沒有試過呢 沒有 試過 會不會追女生 會 那當然會 情信有沒有 沒有 應該是沒有 情信 是問星有沒有接過 都沒有 因為我經常覺得 兩個人相處 不用特意做很多事情 是喜歡大家 珍惜大家 其實任何東西都可以拿 哦 那好吧 我又再問 如果是節日呢 那節日就一定要 這就是我和她不同的地方 就是她呢 她的性格就是覺得 沒有理由沒有禮物 或者生日沒有理由沒有禮物 可能是花眼 是的 但是我呢 我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家裡 從小到大 譬如我生日 我家裡的人 都未必有生禮物給我的 嗯 我們不是特意為了節日買禮物 反而是平時 看到對就會買 實際一點 是的 其實我以前一向都是 我不會特意為了某人生日 尤其是女朋友 不會特意去買一份禮物給她 反而可能是 譬如她生日之前 出街 但可能她突然看到一件事 她喜歡 嗯 所以妳就買給她了 所以妳是沒有那種儀式感 是的 我沒有那個儀式感 哎呀不要搞那麼多 現在我們都是 即是我們沒有送生日禮物 那不是 你不需要 跟她在一起之後 所以妳就沒有辦法了 都要做了 是的 有時候妳都要協調一下 是的 因為有些女生 真的會不開心 好 其實浪漫的定義 對妳來說 是不需要特定的 是的 我的定義就是不需要特定的 隨性的 兩個人在一起 就是浪漫 即是坐下來看看星星 都很開心 是的 嗯 好 還有一條問題我想問 阿靚湯有沒有幫妳去 做妳的styling 改造妳的形象 幫妳買衣 買褲子有沒有 少少 都會 都會的 女朋友很喜歡做這些 是的 我不是說阿湯 我說我認識的女生 很喜歡 因為我太隨意了 妳知道我穿衣 即是隨便一點 我是比較隨便的 現在都會問她 穿什麼好 是的 穿什麼好 今天有個什麼做 穿什麼好 都會問她 嗯 挺好 通常女朋友都是 這些時候就發揮她的 長處 好了 那我想問問妳 你們倆應該是會 即是希望不計劃 都是希望向著結婚方向 是吧 那你覺得阿靚湯是否一個好老婆 你想想想 因為阿靚湯看著妳 很難回答 不是呀 就照直回答 不合聽的話 你想不想聽 她很… 她很大頭蝦 是嗎 是的 例如 她經常不見東西 蛤 不見什麼 譬如一些文件 她很大頭蝦 不是很會整理自己的東西 她很多脫漏 那你幫她吧 反而我是很整齊的 哇 猜不到 一些緊要的信 銀行信 稅單 即是你會分好 我會收到 我就會結得很好 但她就隨意一點 她就不知為何 她有時候拿信 她就放在手袋裡 就不會不收拾 可能兩天都不收拾 可能變了卡數都過期 可能就不見了 她這樣是比較大頭蝦的 也沒有了 就是比較大頭蝦 我經常都說 如果有一個子女 她那些考試證明書 我一刻都不見了 成績表 可能手刷都沒有了 我出生前都不見了 其實你有沒有擔心 我也擔心她 你會不會擔心 她有時候走路走路都會跌倒 她是這隻 應該是很大的事 她是呀 我擔心她有事 我有些研究過這些問題 如果將來打肚 如果有機會打肚 跌倒 是呀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她是不是二歲不平衡 她又不是二歲不平衡 她是 即是輪盡 她有一點輪盡 是嗎 你猜不到 下次請她上訪問 好呀 你扶著她 即是真的要扶著她 你是害怕 你是會害怕 她有時候不知為何 她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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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她反而是Hello媽媽 我現在懷疑是這樣 她應該是Hello媽媽 對 不至於很嫌 我知道 因為我爸爸媽媽都很有我 是嗎 很放縱我 你幻想自己的婚禮是怎樣 在外國 嗯 簡簡單單 都像我 因為我在巴黎結婚 類似這隻 如果我自己說 海邊 嗯 陽光 是的 但又不要太熱 那你想不想 唐老鴨和你正婚 我不是嫌 但我怕她不是 她不喜歡 她不喜歡嗎 她又不是不喜歡 但她喜歡讀角獸 哦 她是一隻鴨 一定讀角獸 行不行 我沒所謂 如果一個大草地 一堆鴨 這樣走過也挺有趣 為何你那麼喜歡唐老鴨 我喜歡她的性格 色色 我喜歡她的性格 是不是色色 嗯 你可以說給我聽 她有一種人的缺點 是啊 米奇老鼠是太原味了 唐老鴨 你踩她的氣體會生氣 蠟 吵你 嘎嘎嘎嘎嘎嘎 接著她會貪錢 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就是她很可愛 就是你了 很刺激 我就是喜歡她性格很可愛 太好就是很不人性 好假 他這麼愚蠢 好 我希望你的婚禮可以一半一半 有紮鴨 有紮鴨和獨角獸 女方就是這樣 男方就是這樣 好了 你將來的子女 想不想像你的性格這麼孝順 孝順當然想 你現在這麼大的反應 肯定是第一名 孝順很重要 要有愛心 為什麼你這麼強調這個 很強調這個 因為我總覺得你多厲害都好 但如果你是沒有同理心 沒有愛心是沒有用的 社會是會多一個壞人 你越厲害就越打我 不需要很厲害 簡單單 很簡單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這樣就已經夠了 我相信你這個年紀 應該十多年後 都沒有小朋友了吧 我計算你的歲數 你可不可以跟你將來的小朋友 講一段說話呢 我想不到說什麼 你不用理他兒子還是女 我給他一個大頭 你不用給我 很尷尬 怎麼搞錯 尷尬 不知道他是兒子還是女 撐你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要求過 我的兒子有很大的症状 但是希望他有愛心和健康 希望他的生活簡單單單 快快樂樂樂 人齊齊整體 我是很希望他將來是 他喜歡那件事 就是向各方面發展 嗯 就是不要覺得 喂 地產賺到錢 或者炒股票賺到錢 金融賺到錢 你就去勉強做一些你不喜歡做的事 而為了錢 沒所謂 喜歡畫畫就畫畫 喜歡游泳就游泳 喜歡運動的運動 真的不要管運動的事 喜歡小動物的 去做手衣的 希望他有這樣的生活和人生 BB 你聽到嗎 爸爸跟你說一番肺腑之言 很好 有時候他看到他會覺得 我做到了 爸爸 我有做到你說的事 做個喜歡做的事就好 好好好 但當然這件事要合法 不要犯法 不要拿別人的便利 當然不會 正正經經就行 出自你的出品 我是不會擔心 是的 但我希望他會多些話說 還有活潑一點 是的 打開他的心扉一點 我覺得我的兒女沒有活潑的 現在將來有 因為像你老婆應該也有活潑元素 是的 他這個很好 他這個性格很好 兩個混合會OK 他是很活潑的 他比我活潑很多 所以OK的 我祝福你了 不用說了 今天我和你之間 二十幾年的情懷 是的 多謝你 希望你剛才的 這些 這麼正的感言 和你的BB 很快會實現 希望 多謝 我也希望 多謝好兄弟 多謝 謝謝 今天很開心 我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們 今次的心情對話 多謝你 是 快點說些話 支持一下我們 是 記得大家要收看 陳敏芝這個頻道 還有要Like 要Comment 要Subscribe 耶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要 你都要Subscribe 是 你快點開YouTube 先 OK 謝謝 喜歡這條片的你們 記得給個Like Subscribe 和Share 還有記得按鐘仔 以後我有新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們 拜拜